大人小孩一起用粉彩画笔和纸胶带 画出线条与星星等可爱图案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一名亲子手作方 让亲子运用简易的粉彩文具 发挥无限想象力 再经过转印变成衣服和手帕 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 许多亲子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手作课程 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觉得今天的课程觉得怎么样 很好玩 是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运动的部分 之前有做过这样子的劳作或者是没劳吗 没有 所以觉得很好玩 松山区副区长师署里表示 松山区公所选在暑假尾声 特别加办一场新一名亲子课程 几次课程举办下来 都深切感受家长们特别用心陪伴孩子 让小朋友在爱的氛围中成长 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一个课程规划 手作的部分其实是真的很能增进那个亲子的感情 是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那我们也刚好有这么棒的老师 所以我们各位妈妈还有我们各位小朋友 等一下你就可以体验得到今天的课程非常的有趣 那台北市呢是很友善的城市 非常的希望我们的一个族群的生活都非常的融洽 所以很关注我们新一名在台北市的一个家庭生活 亲子亲子感情家庭间的一个增进 所以特别规划这样的课程又是在暑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我们今天好好的来体验今天的课程 课程内容精彩丰富 在短短两天共六小时的课程中 除了静态的涂鸦与手作 还安排亲子团康等动态活动 培养亲子间的默契 展现活力热情的一面 记者林锡贵台北报道